Nama Moon由四位成员 宋乐、华沙、文心、灰人 出道经过七年的努力 成为韩国大事实力女团 然而在今年6月11日 灰人金船结束七年合约 将不再与经纪公司RBW续约 此事也获得公司证实 灰人事后在IGPO出亲笔信 表示要离开从练习生开始 就待了十年的故乡很困难 不过看得出来 他与公司没有因为不续约而产生隔阂 团体的合约将延长到2023年底 灰人会参与演唱会活动 及部分团体活动 完美地为Mamamoo画下句点 让众多木木们为灰人的决定 表示支持及应援 而经纪公司与灰人都没有提到 灰人的未来规划 让大家十分关注他的签约动态 在7月28日网上有消息爆出表示 他有意签给福宰范的公司Hire Music 更已经到最后的讨论阶段 该则报导刊出后一个小时 灰人方面便否认该消息并表示 灰人确实收到很多公司的招揽 但目前都没有具体的决定内容 灰人与Hire Music为了签约正在协议 但处于最后阶段的报导不是事实 在8月9日则传出最新消息 灰人决定签约由VIX成员Ravi 在2021年7月所创立的新公司The Life 经纪公司The Life则出面回应 的确有与灰人接洽 正在积极讨论中 否认已与灰人签约的消息 该公司在创立后便签下第一个艺人 铁肺女王Allie 当时引起不小话题 而现在传出灰人有机会加入 这个除了嘻哈与R&B之外 会支援多种类型的艺人 一起进行音乐制作的公司 也让大家期待灰人未来的发展 希望灰人再进入新的公司 也能一直走花路